没基本上没有走任 屯杀 今天又来到这个Richard的出租屋内 这个又到一年分别时 明天是不是要走了 明天走 本来是订了家行 我取消掉了 然后就是订了一个两转机的一个机票 先去墨西哥 然后再去日本东京 我去 然后再去上海 哎呦我跟你说 你这中间有可能会出纰漏 回国路漫漫的 来说一下机票多少钱 这样飞一下 机票三万三后面那一段 就这样飞一下还是三万三 对 然后自己再买一个去墨西哥的 哎呀 祝愿Richard顺利回国 祝愿你 终于回去了 OK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企划 Richard临别时的礼物 临别礼物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Richard的黑历史 我非常不欢迎你这个时候过来 我们整理了一些就是Richard早年滑雪的一些照片和视频 给大家分享一下 Richard我看着都笑了 他刚是看了顿时让我这种 对不对 水火有信心了 对 感觉按好我也行 我跟10年前的Richard比是有了一拼的 OK我们直接开始吧 看一看 OK我们先看一下早年的 这是我还归了一个小文件夹 对 昨天翻了个半天 先从1号开始 哇靠 你怎么穿那么花你说你 这个是当时就是去我们这边Sportrack买的 装备 应该是 对 除了板 就是衣服 我跟你说我是绝对不会买这么花的裤子 不是花 这个是这裤子烂的 真的没话说 就是 Firefly是不是 Firefly 对 对 当时当时这个最流行的就是Skate Banana 大家都知道 这个所谓Richard 这是你用的最长的一块板 对 因为估计有时间最长的 而且到现在的没坏 对不起 来播广告了 可以打播广告 Skate Banana记着汇钱 雪晶这么带 你说你这是起雾了 就是屌丝少年 对 这这这种雪晶啊 大家可以看了 这是那个Body的那个雪晶 哎呦 这 这最土的最老那种 最关键是这个 这个Body 对 那个很很流行 因为只有一个扣嘛 对 这个是那个Ride的 对 其实特别不稳 嗯 真真是 我说 你怎么这是 这是第几年 这是 这是第一年 都不到 但是这 这是前 前 五次滑雪的 哇 前五次滑雪就快空翻了 这样 你懂 这是 这是 事故 这不是故事 这这版不是Skate Banana 这是K2的版 这还要走 那就是 那就是 就是最早最早的 哇 就是 就是刚学滑雪的时候 这是在 Growse Mountain吗 这是 对 就是 只会直 呃 只会直冲 和 那个刹车 OK 换队好像都不怎么 表情开始跳破了 嗯 哎 哇 就能抓板了 可以抓板了 哇 跨 第一年 当时还特别搞笑的是贴了这个荧光纸 对 当晚上特别 那年大不太清楚就是说 嗯 2000 2010年左右 非主流 我超级喜欢贴图 对吧 就感觉把自己的那板贴满了 就是最帅 后来头盔也贴满了 贴的贴纸 当年Richard 第一次 对 哇都好青色 这都是 这是Jams 呃 第一年吧 哇 你就直接上peak了 对 基本上最深衣服的话 就是第一年的 我第二年才开始上peak 可以看看 可以看看当年的品味啊 就是这样的 哈哈哈 贴满了哈 哎 当时我对你们的印象 就对于 你还有那个阿东 我我那时候分不清你们两个 你知道吗 穿了穿了装备以后 就看你反正就是 花里胡骚的 还是那时候DK 嗯 哇那都是花里胡骚的版 天呐 天呐 太恐怖了 哈哈哈 然后后来我把这块版全喷黑了 啊 哈哈哈 这品味 所以年纪到 大了之后 对对对 就真的受不了这种感觉 对 第二年了 这是第二年的一个 一个时数 大家看一下 这个maximum speed的哈 126公里每小时 12年 第二年 第二年就开始冲这么快速度 就当时是不会转弯 年少轻狂啊 几乎就是转弯的话 就是呃 直线跟刹车 换刃都是属于狂踢腿的 啊啊啊 一会大家会看到 而且大家大家还要注意一个事实 啊 就是说 瑞莎是拿 偏Rocker 偏Rocker的一条Skate Banana 在这边冲速度 如果说你你用一条硬的那个 Carving板 冲到这种速度 也算是ok的 但是那个Skate Banana 我估计 啪啪啪啪啪 抖的一塌糊子吧 这个速度是当时在一个 惠斯勒的那个蓝道 但是呢 是全冰状态下面 你看看这个角度嘛 就这个位置是最陡的嘛 就是光面 然后我当时感觉就是那个板尾 只有板尾在碰穴 就是板的四分之三的位置都是飞起来的 我们刚才看过照片了 看一下第一天拍摄 你那时候还挺会拍的 哎呀 哎呦 我靠 这第一年 你看重心后座看到吗 对 第几艘就会完美底了 这个应该有十来次了 十来次了 对 还是K2那块板 还是最老的那块板的时候 那第二个 然后就开始捉死了 慢慢地开始捉死了 哎 来了 走你 看这个 看这个 基本上没有走任啊 哎呦 囤杀 对 标准的囤杀 对 哈哈 这个哎呦 啊 这就是空翻那个 我记 你这是想空翻还是要想干嘛 这个本来应该是想转180的 再看一次 结果结果结果直接跨了出来了 对 跨了出来 头砸地 然后当时脸上就一道血痕 就是留了至少一两个星期的那个疤 我看 来来 下一个下一个 好 那时候那时候 自恋拍 对 那时候最喜欢这种 就是晃不拉击的下下拍 这是拿什么狗 狗拍的吗 不记得 当时应该没买狗 这应该是 是什么手机啊 哇 你看那时候开始转圈了 第一年就迷恋上转圈圈了 对了 对 那时候血精都买不起 是不是 哈哈哈 对 血精是有的 有了 你刚才看前面 估计起雾了 估计起雾了 对 血精不好用 哎 还自己瞟一眼 好青涩啊 哎呀 妈呀 这是去的那个 哇 转圈了 这是看的 就是能转圈 都不会走直线 能走直线 也绝对不会 copy 可以可以 这是阿东 这是阿东 这是第几年 这是第2年 第2年 哇 哇哇哇 哇这已经超过我了 12年已经超过我了 这种转圈 哎呦我 这什么鬼 都摔成这样了 当时的GoPro 对当时的GoPro 我靠 要多晃有多晃 我感觉真的没有比手机拍好很多 但现在防抖技术大家也了解 好吧 那时候就开始跳median jump了 对 你看 这个踢腿的动作 哇 这个踢腿 对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还挺高啊 对 这个是这个是 阿东还跳 哎呦 这个可以一看就是case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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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跳过 哎呦我去 哎呦 全斗滑 真的真的 那时候感觉他这视频真没用啊 回去一看 怎么晃了 简直 受不了受不了 头都晕了 我靠 哎呦 下一个下一个 那下一个下一个 哎 这个下一个不行 这是干啥的 这就是更开了 啊 这个应该也是四月份的雪儿 你看 这个这个踢腿 哇 这个踢腿 哎哎呀 你这不说是richard 我绝对不下去 哎呦 哎呦我去 我 我 当时当时 标本来开始甩脱了 一二年 一二年就这样了 一二年 我去 一二年就在media上面跳 跳360了 哎 你出刃的那个感觉 你看你从从一二年最开始跳了 就不会偷刃了 对 就不会偷 偷那个了 但是scape9 其实是很不适合练跳破的 嗯 他一落地之后啊 是卡不住刃 会连着一直转 比如你看这个一件 这个是谁 哦这个是那个啊 这是你自拍的 好的 那时候啊 那时候不担心 比如大家了不了解啊 就是说 那时候就喜欢头盔上架一个相机 对 然后在瞎拍 哇靠 这种偏 我跟你说拍 拍回去 跟你说不用不用看的 就就看见一个人晃不拉击的在那边 瞎抖 啊 这是你拍的那个高手 大家看一下当年的高手 你看 当年的高手也就只能转圈圈 就转了 当年的大神 这这就也是大神了 现在大神 我跟你说你不翻个 翻个跟头 对 都不不好意思出来 那个 这都是现在全是quark了 是12年的时候 你看那时候大神也就 对不对 对 也就转了 你看还摔跤了 大概是一个3.6 对 现在现在大神 我跟你说跳这种 我跟你说至少是 triple quark 至少triple quark 对 对 triple quark triple quark 没有见过粉雪的 对 triple quark triple quark 哎呀 哇 你怎么老偷这种自拍的 对 对 哎呀 那时候没见过粉雪 哎呀开心死了 哎呀这个 triple quark 哎呀 我估计你们是卡的那了 滑不出去了是吧 对滑不出去了 就是 就是连滚带爬 当年就是说如果滑过 第一次滑过 poulter的朋友啊 基本上都是种感觉 就感觉哎呀滑着滑着 就要被卡住了 然后又动又动不得 拖板又走又走不动 哎呀我去 我记得我之前 呃曾经就是 在粉雪里面爬了一个小时 才爬到主路 哎呀 但是那个主路 其实离我就四五米 嗯嗯 那个雪倒脖子 哈哈哈 哎呀浪费了浪费了真的 以前的雪真好 我记得一二年温哥华下过一次大雪 嗯 那几年雪真的好 对那几年啊 你还记得一几年呢 一二年不知道一几年 有一年 Growth Mountain Growth Mountain开到七月份 对 开到七月一号 还重新开了一些 对应该是这一年吧 就是一二年 你打开开 我看一下 这是一二年的照片 一二年一二年 第二年滑雪 就开始呲这种 呲这种管子 这个是有点有点电话 一二年开始装备就不会这么花了 对 所以还是挺花的 不错 而且不带头盔 等一下 那时候还找了一个会拍的人 板子还没坏 但是 然后还是Rite的那个摆面 还是那个固定器 固定器 但是这个花式 那个年那时候呢就是说 我们对装备其实要求不是很高 但是对穿的要好看 对不对 稍微就是就是 穿的要好看 对对对对 哇 这个时候当时是Vancouver的那个 对对 Canucks 比较流行 对我我也有一件 我也有一件 这时候已经开了 这时候开 飞大货了 这已经快给人家的那个 飞到飞到座位上了 对 这拍的都不错 这是单板拍的当时 这是当时拿那个5D2 5D2拍的 哇 还是很稚嫩的当时 对 还这么瘦 哦当时你就开始hike park了 对 哇 真的就是说 练park的唯一方法 最快最高效的方法 就是抱着板爬 就是抱着板爬 爬 就一探一探 你那时候就一个人在hike 对 哇 孤独是 这无敌是多么寂寞 完了 这个时候干啥了 飞那个 飞那个 我记得你这件衣服 我当时 我跟Rachel还不太认识的时候 我第一印象就是他穿这个衣服 这个是换了第一块camber板 我的第一块camber板是块DC的 那个PLY 对 然后固定器也换了 然后32的鞋子 然后换成那个Union的content 好 好 当时就已经 这个是当时应该算是一套 非常非常流行的 32鞋子 Union的固定器 就是基本上是park的 就park的标配了 我那时候转了已经就已经那个 他的那个就是axel就已经非常稳了 到我现在我其实我现在就是axel还是不稳 就是我空中的话还是会往前后这么偏移 对 但是当时你看你的axel就是起飞以后就是很稳 那大家想说不会收腿 就第一不会收腿 再放点 然后第二呢就是落地之后不会停止旋转 第一个可以 到第二个的话 就一直在转 对对对对 因为是rocker版的关系 所以有很大的关系 哇这个给大家治疗一下颈椎 哇哇哇哇一百年 但是已经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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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开始butter了大butter了 哎 那时候就喜欢转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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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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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转了可以可以可以 不知道这个rocker版做这个这动作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啊 就是不停 对 对充分发挥了你落地还在转的优势啊 哈哈哈 但是基本上不走对你看 都是抹得雪走的 对 但是就是油啊就喜欢就把腿都是油啊 怎么转的不帅啊 哎这么看来你这几年就没有进步啊 对啊 而且这个对我来给瑞莎泼杯冷水啊真的没有我感觉进步不是很大 基本上这几年就像鸡泡滑水 就是受伤之后就怂了很多 嗯这个受伤我们等会慢慢展开 这个就没有什么看到啊 这个还是right的那个binding 这个还是比较早年的 这个是哪一年 我觉得应该13年左右吧 哇你看这个平衡感 这个平衡感 但是还不会走韧的时候 当时基本上都是滑这种烂雪 压锅的雪都很少 然后又配上这块板 没有什么走韧的感觉 就是感觉有平花的那种 调路对那种乐趣已经出刃了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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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像是glaceous ski了 这是在夏天 8月份的时候 对 夏天上山滑雪 这个跳Airbag 你是想空翻是不是 你认识什么前空翻还是后空翻 后空翻 我去乱习脏 这个时期还没有成功 后来后一年之后就曾经就是在你Airbag上面 就是比较稳定的单就是单次空翻就是单圈 然后然后两圈的double的也可以做 这是比较后期的 这是17年了 可以看一下 最近稍微收一点腿了 对 而且已经换上了那个nitro的再换一个nitro的版 再次播放 对 这时候你看他出阵已经非常的稳了 泡泡的感觉也非常好 大家能猜到这个前面这个人是谁 看他的那个riding style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变 没有变过 一直是这个感觉那个手就是有点 就是 你看手在那边挥了 这前面这个是Sam SAM的进步应该还是相当快 跟你应该差不多 当时是一直在他是往科班路线走 然后开始烤牌 然后Richard那时候才开始烤牌 对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开窍你觉得 就是能滑到就是完全就是 时时刻刻都是在刃上走的那种感觉 应该是换了nitro的camber版之后 就是 这大概是几几年 换成这个 这个换了一段时间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16年 16年换的第1块 然后 然后往后就一直就就是在买 就是 不同类型的camber版 但是这一块 你那时候DC那时候还没有喜欢上camber版 DC的时候已经挺好的 但是DC不耐用当时 就是滑了一个血迹就 就断掉了 所以那块版也没有留下来 就是已经完全毁掉了 对折了已经 所以说这个 现在又流行会 timer版还是有原因的 对 真的就是 timer版这个稳定性啊什么的 还是 非常好 你 你觉得上教练课 14年上完教练课以后 对你滑行有很大帮助 是有的 但是就是装备跟 这个技术和理论的同时 进行 跟得上 当时就是有一些不平衡 就是理论的知识往上走了之后 你得花时间去雪上去实践 然后是装备又跟不上 对 因为像这种情况 这种动作的话 其实应该上更长的版 但是我还是拿了一块公元版 去练一个滑行 对 那就会 导致就是 你的理论 跟你的实践 你什么时候开始换硬鞋了 那大概也是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对 对 这个时候 开始从很软很软的鞋 突然上硬鞋 所以整个动作 然后还有就是对版的一些微调控制会好了很多 对 10年左右的时候 其实是 比较流行 比较loose的那种 对 滑行的 就是那时候流行skate 流行rock 还有capita 我之前不是有capita 就是玩公园的 我 曾经也买过一个 那个 就是burton的那个 就是纯rock的那个版 当时就觉得 那个版就是怎么也卡不了刃 就以前就是新手 我发现新手就是很多人的困扰 就是老会卡刃嘛 对 对 就是感觉 rock版就不会卡刃了 那划得多多多耍多forgeting 这等于是 让你觉得滑雪容易了一些 就是入门比较好 对对 但是 一旦你的 这个随着技术的提升 你需要感受的那个技术细节 就会 不过的确能看到你 就是你前几年那个进步真的是非常大 应该说前几年胆子第一很大 然后雪石很充足 你第一 像12年那一年你估计划多少天 12年的时候 应该一个雪姬划了差不多将近82天 我记得当时我记得挺清楚 对 然后 第二年 第三年是76天 而且呢 那时候的82天跟现在的82天不一样 现在呢 就是说 对 现在就是说你雪上去看看差 不好就算了 对 就溜个两看算了 有风雪的我会去滑一下 对但是就是说 没有没有那时候就是 我要一遍一遍专业这个技术专业这个 这个东西 一遍一遍刷这个道 以及hike这个park什么的 对 但是我们算天都是从早到晚 就是上午 比如说是 9点钟 开始滑 然后滑到晚上关门10点钟 那中间有可能就是 随便吃两口饭 半个小时 休息 一直在滑 那不同的 每天都会就是 公园肯定是有一段时间集中去滑 然后滑行 树林 来来来说一下后来 受伤这个事情 受伤你觉得是个风水岭是不是 受伤以后 就是park就基本上放弃了 就是park的练习 就是park的话就不会想去 挑战更多的 更新的东西 就差不多就转转圈圈 180 360 这样 大概应该是16年年底17年的时候 我是左肩 很严重的习惯性脱臼 对第1次脱的时候是整个肩膀 就是掉下来之后 插到锁骨以下 大概维持了4个小时 被救护车送过去之后 才回才复位的 所以伤得挺重 晚上滑夜场 视线不好 然后去滑 这个 到 到外的 边上的石头 就是 往上跳的时候 然后板头卡到石头了 然后就是 整个重心的倒扣出来 等于就是 用所有的力 用一只肩膀 去 去撑 然后 整个 肩膀都对我 直接掉到锁骨一下 太难说了 哎呀 这个枸杞的 Risha痛苦的回应 但是 我觉得 毕竟是 玩这个极限运动 其实这东西还是一个运气问题 真的 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想不到 就是说有时候 一生 一生小心 然后突然有一天 都玩嗨了 或者是 一个 一个不注意 对不对 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说 常在河边怎么 哪有不失钱 其实那次 受伤其实还是比较幸运的 嗯 之前有过好几次就是 生命危险了 哇 比如说从黑道滚下来 然后 用一棵树干来 把自己给停下来的 对 然后 当时我记得最明显的 这就是 最印象深刻的那个时刻就是我 脑袋拍到树干了 哎 停下来的 左边 差不多30公分有一个树枝是尖的 哦 冲上的 也就是说我当时 如果是摔弹的 往左30公分 嗯 那我就 变成烤肉串了 就是穿刺了 而且还没有人知道我在那 非常 这个 这个 所以说有时候滑雪还是得 几个人一起去哈 然后 不熟悉的到 就是年轻人还是 优着点啊优着点 所以就省了 还翻了 Risha照片 我还发现了一些这个杂像 可以看一下 我我前两天我才去就是采访过一个就是 骑那个 公路自行车的 当时我的 带去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公路自行车有什么好玩 有什么好玩 对 没想到没想到 Risha以前也是个公路公路车男啊 对 当时当时买的这个车 看一下 买了哪一车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战 这是战略补给 战略补给 那时候已经会滑雪了 会啊 那时候是骑车滑雪 基本上什么运动都尝试一下 这一身装备也挺厉害 specialized 这个单车你看碳纤维达 specialized的Tarmac SL2 然后配上了当时马维克的一个轮主 估计 卖当时买多少钱 当时 就是 based model 当时没有就是改过的东西 没有改过之前大概是 4000块钱吧 4000刀 一几年 就是 12年吗 12年 12年就买了 然后光这个轮主 这两个轮圈好像当时就1000块钱 这是几年 这个 还真不记得 也是12年 12年 Risha就开始上 这是Visla是不是 对 这是Visla 就开始上Visla Park 骑山顶单车 所以说 所以说当时晚上 Visla 第一次骑山顶单车我这个标记骑的 没想到这个人也是老炮了 老炮了 当时的车也不差 也是Fox 对 Gent的Gent的估计也是Rain 对 哇 挺会玩啊 哎呀 好青涩的年纪 对呀 我记得我在这摔过 哇 在这摔过 而且是 捏了捏暴死前刹 然后整个人不先翻 哎 那时候不租个什么不租个全脸头盔吗 你们租这种半亏不行啊 这是我公路车的头盔 哎呀 OK 大家了解一下 Visla这个Park 已经是非常非常有历史了 他从1999年 就开始有Visla这个Bike Park了 所以说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 上期视频也说到这个为什么Visla Bike Park是 就是单车 单车迷心中的这个盛程卖家 就是因为 真的是他是最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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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 搞这个山顶单车的 一个地方 修得非常棒 对 哎呀 这个怎么回事 就受伤了 当时 但是同行的一个小伙伴也受伤了 哇 因为他这个道 这个道 石头特别多 对 对 就现在现在的车啊什么各方面 设计啊什么的 也会好一些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都会 去上个什么 上个什么课啊什么就是或者是网上看一些是视频啊 教程啊什么的 当时我估计你们就是瞎骑 瞎骑是不是 对 就是 就就就硬盹了对不对 肯定各种错误动的什么腿夹太紧啊什么的 哎呀我去 小样的可怕 刹车啊就是控制不好 准备跳了 哎 嘿 哎呀 基本上跳过了 哎呀 都是 good old days 岁月不堪回首啊 岁月不堪回首 那时候可开心了 我们要开始收拾了 OK 这个最后啊这个祝瑞莎回国 顺一路顺利了 顺利 然后回国回国 如果真正回国的话 我觉得我还挺羡慕瑞莎 你可以去重庆滑雪 荣创 对你可以去广州滑雪 对不对 你可以去哈尔滨滑雪 哎呀我去 我们这边 找个时间去 就没没有没有了 这次到我那了 你上次 我在国内 看你各种的 发视频 把我给养了那样 我这次来还是因为你看了你的视频 对 哎呀 有点好奇 对对对 这东西 OK 国内的小朋友 国内小伙伴可以 这个关注Rita的行踪 然后跟他这个面鸡 约个面鸡 是不是 OK OK OK